我们中国梦之声八强的学员 上周日已经产生了 除了每个礼拜天 我们要看他们在台上唱歌表现 其实平时每天 他们还要拍大片 上通告 训练 其实也是非常忙碌的 对 可以说已经开始了 他们的演艺生涯 那当然在昨天 这个八强的爱豆学员 就冒着雨在江边拍摄 到凌晨6点 这个强度真的不是 一般人能够hold住 但好在他们都是年轻有活力 而且聚在一起 就用一种特殊的方式 带给彼此欢乐 那就是吐槽 是谁呢 是谁呢 来 我们可以猜 自高奉勇的精神值得表扬 不过模仿的是谁 真的不太明显 但就冲着 眨不停的眼睛 想必除了小青星 郑秋红 也没有第二个人了吧 完全安分女神 但不安得忧郁 因为这个动作 其实是她教我的 一边眼睛 然后就挑一下眉毛 都是她教我 其实她很有天赋 看来对于Emily的模仿 郑秋红好像不太买账 那么轮到自己 她又会模仿谁呢 因为我们看彩排很多遍 然后它都每一次都不一样 然后就是感觉偶像帮不特别松 一定要有天 学员们俨然进入了一个 想黑谁就模仿谁就模仿谁的快拳 而朱新东硬是从古台上风度翩翩的老王子 马海生身上找到了模仿点 对 吃饭的时候 我已经交过了 没有 吃完饭 大家结账的时候 我来我来我来 你来你 我哪有这样 你有黑卡你就结 没有我就来结 就是这样 就是这样 好吧 为了达到神次 大家真的都是豁出去了 既然都已经这样了 不如附上彩蛋 就请粉丝们自行感受一下吧 我的华美琪 时尚 时尚 最时尚 娱乐新天地上还采访不到 哪看得出是到凌晨六点呢 好欢乐 就互相吐槽 也成了他们的一种乐趣 对